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暴鸟人Evniks称 联想可能已经砍掉了Moto C M和X系列 此外还流出了Moto G7的渲染图 水滴屏加镜面玻璃设计 保留了3.5mm耳机孔 后置logo指纹 4月2号苹果推送了iOS 12.1 Beta 2测试版本 解决了之前新iPhone吸屏无法充电的问题 新增了70多种新的表情 日前XDA开发者在三星为发布的安卓9.0固件中 发现了骁龙8150 骁龙8150极有可能是骁龙845纪念者的正式命名 而非传闻中的骁龙855 最新证据佐证了这一猜测 目前骁龙8150已经通过了Bluetooth SIG认证 代号SM8150 对标苹果A12和麒麟980 10月3号夏普在日本发布了AQUOS Zero 搭载骁龙845家自家生产的6.2纯OLED屏幕 6加128G存储 电池3130毫安 整机重量146克 将在今年冬季上市 一架6T将取消3.5mm耳机孔 对此牛座虎解释是为了屏幕指纹传感器腾出空间 另外牛座虎透露一架6T不支持无线充电 微软在3号公布了Surface Pro 6和Surface Laptop 2的国行售价 Surface Pro 6 i5 8加128G版售价7188 i7 8加256G版售价11888 Surface Laptop 2 i5 8加128G版售价7888 i7 8加256G版售价12288 此外微软还发布了Surface Headphones 主打无线降噪和Kotana的互动功能 格调很高 但售价也很高 约合人民币2403元 H&D在5号发布了新机洛基亚7.1 搭载骁龙636加5.84寸刘海平 前置800万后置1200万加500万像素双摄 3060毫安电池 3加32G版售价约合人民币2396元 此外外媒还曝光了洛基亚9 PureView 该机的亮点在于配备5颗摄像头 预计将在明年的MWC上亮相 这个设计灵感可能来自于年棚 外媒报道10月9号的谷歌发布会上 我们不仅将见到Pixel 3和XL 预装Chrome OS的Pixel Snate 二合一平板有望同步亮相 Pixel Snate对标iPad Pro和Surface 从渲染图来看 Pixel Snate有着正面立体声双扬声器 USB-C接口但没有3.5mm耳机孔 支持LTE网络和收写笔 AMD昨天宣布 二代线程撕裂者新品将于29号上市 24核48线程的2970WX 国行有望定价在8999元 12核24线程的2920X预计4999元 而英特尔消费级最高端的i9 7980XE 仅18核定价就达到了1999美元 你觉得现成撕裂者比Corey X要怎么选了 昨天流出了一份欧洲分销商的价格表 Mate 20 128级版售价约合人民币5534元 Mate 20 Pro 128级版约合人民币6919元 此外Geekbench数据库还出现了Mate 20的跑分 单核成绩3390 多核成绩10318 相比骁龙845分别领先41%和16% 但比苹果A12分别落后29%和6% 期待华为16号举国沸腾的表现 觉得视频还不错的话 欢迎点击关注订阅我们 你还可以添加公众号VZOO 投票留言上墙 找我最新科技动态 极简又拉风 每天一分钟